好 再來我們看第三題 他說要比較 比較根號99跟10的大小 這根號99是多大 目前來講我們還沒有足夠的概念 可以了解一下根號99大概是多大 因此我們在比較的時候就習慣會把它給平方 平方是為了要把根號變不見了 那所以我們就把根號99跟10 好 兩個都把它平方 那第一個就會變成根號99的平方 第二個就會變成10的平方 那根號99的平方就是99 那10的平方就是100 那誰大呢 那當然是100大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根號99事實上是小於10的 那這樣我們就判斷出來了 那回過頭來看這道題目 它其實只是要我們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在比較根號的大小的時候 我們習慣性會先平方把根號去掉以後 比較方便來進行大小的比較 這個題目大概是要告訴我們這個概念